难一点 他希望把这边的总共会有9个员工 这9个员工 你要找出前三收入高的跟后面的 然后把它加总 如果刚好需求是这样 那边你要怎么做呢 如果你没有更好的方法 先做排序 排完序之后再分别加总 然后加总完 那假如前提是不能 就是不排序 因为排序可能会乱掉 那如果你不排序的前提下 你有没有办法找到 那个前三跟后三收入的 那那些人怎么把 那这个地方当然 你会需要什么 假设我们今天用三米符好了 三米符 特别是工资 那我们可以用大于 大于的话 比如前三的话 就大于 大于等于第三个 就前三嘛 小于等于那个倒数第三个 那不就可以得到我们 有没有 要的那三 那总共六个人的收入吗 那可是问题我要怎么知道 第三个人 这个范围里面排第三个 倒数第三的是谁 那这个地方你可能需要 插入函数里面 你会需要用到一个函数 从大排到小 从小排到大 那如果你不排序前提下 你可以用 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学会 两个函数 不知道各位没有用到那个 最大的是那个max mini是最小 那可是如果是 其中统计类里面 你可以找到什么 最大的 那你可以有一个什么 那个large 不知道各位没有用过这个 large函数 那large函数 跟那个max函数有什么差别 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跟你要两个东西 第一个array的话 就是正列 就是范围 给它一个范围 这个范围 k的话呢 其实呢 如果最大就1 你要找 最高的38000 第二大的 37500 第三大的 37400 也应该可以理解 所以如果要找的话 那我就按确定 这个就第三大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个large 第一个找到的 那如果我说我三密夫的时候呢 只要大于等于它 那前三不就ok了 所以特别就要 先用large 找到排第三的 排第三这杯主要 主要关键在这个k ok k的部分 第三 那其实 一样的道理 如果说我要倒数的 倒数第三的话 那顾名思义嘛 统计里面有个small 有large 会不会有个small呢 理论上 应该是会有 所以其实它这个 还蛮好理解的 有的时候如果你实在找 就是想到 那你可以去用那个 逻辑这样推敲 有时候可以找到 你要的函数 因为它的函数名称 都英文嘛 所以你就只要找到 有时候就可能会有答案 按确定 有没有 一样array 这个范围 倒数第三的 那就k嘛 small是从小 小的排在前面 所以呢 倒数第三的 三万两千三 OK按确定 好 那我们如果说 要把这两个 做出结果来的话 第一个 我再把这个公式 减下 再插入第二层函数 就是用什么 用那个 最近使用过的 那个什么 sumif 按确定 那我要 判断的范围 在这个公司 然后criteria是什么 特别注意 就是把刚刚的公司贴上 不过特别注意 贴上是一个数字 你不可能说 有一模一样的薪资 什么 前面加上 大于等于 不过特别注意 你不能随便加大于等于 因为 它这个是一个数字 你如果前面要串 最后是一个字串 你要把两个串在一起的话 特别注意 双一号 双一号 这边的话 在双一号里面 加一个大于等于 大于等于 后面请你记得 因为它是一个公司 对不对 所以请你怎么样 end 这样才可以 你不能说你 因为蛮多同学卡在这里 最后结果一定要是一个自串 那你要怎么样 可以刚好是一个自串 大于等于37,400 就一定要记得是这样 自串 串接 后面这个公司 这个是规则 一定要注意 因为我发现蛮多同学 其实是可以知道怎么做 但是不知道怎么去把这个规则给做出来 很容易卡在这里 如果你做完之后的话 后面3 range 其实是可以空白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的这个range 跟some range 就是同一个的话 那some range可以省略 特别之后这个是规则 按确定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是 那个前三名的工资算完 那后三名怎么算呢 其实很简单嘛 你就可以怎么 一样的把它加一下 然后呢 你就把这个 这边的话 复制贴过来 那记得 改一下应该会吧 把这个改什么 改small 对 所以这边的话 你就打一个small 然后呢 这边前面的 本来是大于等于 对不对 把它改成什么 小于等于 这样子ok 所以这边注意 如果我们用 some if来做的话 就把这个公式贴过来 只要改latch 变成small 然后方向改一下 打个勾 应该结果就ok了 好 这样就做出结果 结果应该是不错 那一样的方式 但是 如果要变VPA的话 这样难度就更高 只是说 有没有什么方法 也许可以试试看 所以这边特别重要 我们又多学了 两个函数 这个latch跟small 然后把它放在samev里面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latch跟small ok 那VPA的话 可能就会有个比较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因为在VPA里面 它没有那个exale里面 这种small跟latch 这么好用的函数 所以除非说怎么样 你用VPA来写的话 总不可能说 每一个每一个去比较 最后把结果给带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还是用丢公式 要不然的话 就是引用exale的函数 这里请各位试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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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